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今天是有胜和瑜伽 为你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同时也有专业分析师给你深度解析股市 大致总体定计 小致股像走势让你动息市场先机 诶 瑜伽你知道吗 如果你只问我说 美联储生息表现最好的资产是什么 不是美元不是美股 而是大众商品 诶 真的 对 今年以来我们去看 原油的价格 布鲁特原油都占了90美元的关口 那从年初开始 大概涨幅都介于12到13%左右 而履价也是涨超过10% 大概是来到3200多美元左右 那像是一些大家比较 欣少听到的大众商品 像是大豆甚至是涨超过了两成 已经来到了1600美元左右 不管是吃的用的 或者是工业贵金属 我都看到那涨幅是非常夸张 就是感觉市场上 现在是在压住着 这个全球的高通膨的情况 是肯定居高不下的 所以很多人都在开始 通通在交易期 那个大众商品了 尤其是看到现在股市的表现 就不怎么理想啊 就是每一次反弹都会大跌 对 我觉得如今整个通膨环境下 都出现一个所谓的 通膨交易的一个的活动嘛 那有很多的投资机构啊 都纷纷的热本通膨的交易 那如今随着国际升息潮来袭 大众商品的供应也是相当的紧张 那国际关系的变局啊 风险资产反而有更多 不确定性的问题 像是最近我们聊到的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局势 本来是说16号可能会开打 但是到最后却没有打起来了 不过也是万幸了 今天我们都看到股市的表现 是还蛮不错的 但整体的通膨交易来到了 现在还是这么火热的情况下 你觉得今年有可能会成为 一个主流的交易方式吗 是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 比较谨慎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一直在交易这大众商品的期货 那我觉得说每一次 来到一定的高位之后 尾随的就肯定是一次深度的回调 就不是说一直这么扭下去的 如果一直在做那种短线交易的话 就可能你放这大概两三个月的话 你不是看长线的话 我觉得波动还是挺大的 但是现在有很多分析师呢 就觉得说 哇 现在肯定是非常牛啦 但到底我们是在 这个牛市周期当中的一个起步点 还是说我们已经来到 一个中间的阶段的 这个也是有待我们去探讨的 对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去关注的啦 毕竟现在也是确实有点 过度炒作的一个的现象 不过如果你问我去年 大家要focus在什么 那很多人都会谈到科技股啊 或者是数字资产啊 但今年会不会 他可能会换一个话题 你买了油吗 你买了大豆吗 这就让我想起去年有一个的笑话 就是你买了broccoli了吗 对 接下来这个就是 我们每次见到面 第一句问的了 所以现在我们的节目上呢 我们也邀请到 马英春圈来自香港的朋友 零售研究部主管李云宜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为我们进行分析 是 云宜你好 Sonia你好 你好 你好 是 我们很难得 就有香港的朋友 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那Sonia我们先来关注一下 最近我们真的是看到 大众商品的涨幅 真的是有点夸张 像是原油啊 铝大豆的价格 涨时都相当的凌厉 那不少市场人士 他们都规矩 又于目前的市场的需求 都相当的高 那导致这些商品 都大幅的缺货 那你是怎么去看待 大众商品价格 涨幅这么高的一个问题 真的是如此的缺货吗 我觉得是的 那最主要就有几个原因 那刚才你都有说到 就是说需求 其实真的很多的 那我相信这个 其实就跟去年有关 因为其实我们见得到 很多国家 其实现在采取 他跟那个COVID 或者其实最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那跟他们现在的病菌 那个的取态 其实是有个改变的 那尤其是去年年中开始 很多国家都觉得 那不如就跟一个病菌共存 一个政策 那很多一些的边境 或者是一些 一些的社区活动 其实都恢复正常了 那所以我们见得到 那个经济的沉面 其实开始有个恢复的话 其实对一些的商品 或者是刚才你讲了很多 油啊 就是一些的铝 甚至乎一些农产品来带豆 那那个需求 其实经济只要一好的话 需求一定在的 那所以我们看到 需求面方面 其实是有个改善 那这个其实 我们见到 从去年的年中开始 已经是有这样的情况 那需求在的 那有没有供应呢 那我们看着 其实很多一些的运费 都见到 其实那个的供应链方面 其实是有个分野的 那刚才都说了 有些国家是 采取与病菌共存 但其实不是 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 那所以其实供应链 现时始终 在一个的 暴力化的情况下 不是说你一个国家开通 那就已经叫做 搞定了整个供应链 那所以其实 如果只要有一些国家 尤其是上年年中 那大家对于病菌的取态 其实有个分野的时候 那时候呢 有些国家可能在山崭 那所以令到 全球的供应链呢 其实是面对着 一个的供应链 断裂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上年 我们除了见到一些的 大宗商品的价格升之外 另外另外有一个的指数 如果你看一看都升得很多 就是运费的 那所以这里都令到 除了那个需求 因为一些的叫做经济活动 正常化 那个需求增长之外 供应链不住 那所以其实整个的供需 那个情况是失衡得很明显的 那所以我相信 为什么你刚才说到 那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升得这么多呢 其实是由上年开始就衍生到现实了 那现阶段你说的情况如何呢 那我相信那个需求链方面 或者叫做供应链方面 其实我认为慢慢是有一个的改善在那里 那个原因由今年年头开始 很多国家对于和病菌共存的政策 有少少叫做一面倒 取向就向了叫做与病菌共存 那当然了 现在都有个别地区或者国家 就采取继续清零 那就是我们在奥菲尔之前 都有谈到就是说 原来内地啦台湾啦香港啦等等 有些地方其实都是希望就是清零的 那但是其实我们见到很多国家 已经是希望要病菌共存 那所以在那个供应链方面呢 我相信是慢慢会开通的 那如果是的话呢 需求在那里了 但供应只要是有个舒缓的话呢 我相信今年会不会做缺货的情况呢 就应该会少了一些 应该会是有个改善的情况在那里了 嗯 好 那么商品价格上涨 对股市会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不会说市场的热钱只会 二选一选择一个地方流去而已的 就是说刚刚商品可能飙涨的话呢 可能就压制这股市的表现 嗯 未必的 那其实我觉得 比如我们看到去年啦 那商品价格是不停地上升 你看到股市价格呢 其实都是有个上升在那里 我们看到尤其是好像美股那样 都是屡创新高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两者 你说是不是有个商维股呢 就未必的 那最重要是看看 究竟市场那个的资金流多不多 嗯 但是就要留意了 因为始终商品价格上升 会有一个情况 就是令到通胀有机会升 那我们现在见得到啦 有些国家 尤其是欧洲和美国 见得到通胀开始升的时候 他们开始会出来说话 那说些什么呢 就是说通胀升了 我们还能不能维持低息的情况呢 维持不了 那所以今年其实我们都见得到 很多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步伐 是会加快 那上年年底大家预计 今年美国可能加息四次啦 那但是现时其实 我们的房子或者市场 都预期今年美国有机会加息五次或以上的 那还有那个步伐 和那个加息的点子 可能都会高过预期 那所以我相信这里有机会 又就会影响到一个国际市场的表现 那所以我就要看着几样东西的 那第一就是说 究竟一个的商品价格 会不会继续上升 令到通胀继续加温 如果继续是升温的话 就会令到一些的央行 或者是联储局 就对于加息的周期会加快 那有机会就令到市场来说 短期来说可能会有个震动在那 但我们还蛮关注一点的是 如今我们看到整体的大众商品的价格 不断的走高 有很多的市场人士有点出说 可能今年大众商品的价格 可能会跑赢金融资产 各况最近升息的脚步也是越来越近 可能会造成整体的股市上升 造成一定的压力 那你是怎么去看待 大众商品今年会不会跑赢金融资产 这样的问题呢 那我就觉得加息呢 其实就两体的 那市场首先你如果是真的 大众一些的大众商品 如果继续跑赢金融资产呢 那其实有一个叫做假设就是说 大众商品今年会继续升线的 那如果今年我们预计大众商品的价格 那如果经济向好对于加息来说呢 其实我们回看过去几次美国加息呢 其实多数美股的表现呢 是先跌后升的 那大概周期你预计它多数 踏一个加息周期呢 可能头几个月 真的那个金融资产是会有个下跌 那但是市场当开始慢慢消费这个因素 例如过了大概三四个月左右就有了 那市场觉得原来经济真的向好 如果先是有个加息周期呢 那金融资产呢 又有点钱呢就会流入的 那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的可能性有 但是未必在今次的加息周期会见到 嗯 好那我们具体要来说一下原油 因为很多的机构分析 你通通都说原油的价格在2022年 肯定会涨破100美元 现在还没涨是时间上的问题 那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嗯 其实呢 差少少而已 哈哈哈哈 不是差很多 那我想其实市场最近原油升得很多了 哇 其实真的 由低卫星上来都真的以两三倍这样去计 都很夸张 那开始就是因为需求增加了 那然后又因为供应的问题了 那现在当然今年就炒得最热的 绝对是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情况 那那个地缘政治的压力 那但是近期的消息又 我自己觉得看完我也觉得 脑子也有点乱乱的 那那个原因就是之前又说到 哇好像真的打了 那大家都真的很害怕很担心 那但是近期又见到俄罗斯官方也都宣布 就是说有个撤兵在那儿 就是可能会开始撤退会回营 那但是外国又觉得有机会又打倒 那所以其实近期的消息都令到我有一点点招 就是在想着怎么样呢 那但是我想市场现在呢 都还担心是会有一个地缘政治在那儿的 那个原因就是 我们见到之前俄罗斯官方说了就是说 跟乌克兰那边开始撤兵 油价其实不是跌得很多 那所以你说市场信不信 真的已经完全没事 大家握手而摸呢 应该就不是很信了 那如果不是的话 其实应该油价跌得 应该会是不止一两个百分之那么少的 那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要摆下去 一个考虑来面 那意思就是说要担心一点的 那始终的原因就是呢 其实始终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地缘政治 其实已经不是一时三刻的情况在那儿 那而第二其实就是 本身俄罗斯对于一些原油供应呢 它的占比其实都真的很多的 因为如果看回俄罗斯呢 那其实它是全球最大天然气的出口国 也都是第二原油的出口国来的 那所以只要有少少风吹走动的话呢 对于原油那个价格的波动呢 其实是可以很大的 那所以我想大家其实是要担心这件事的 如果你说会不会有机会去到一百元楼上的 那现在差几元的 那我都挺同意这个的提法的 那苏妍我想进一步来要去了解 刚刚我们提到了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局势之外 另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也就是美国跟伊朗 最近也是谈到关于核协议的谈判嘛 那两国如果达成协议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会进一步 遏制原油的价格持续上判呢 我觉得还要看一下的 个原因就是其实他们的谈判 其实就也都是讲了很久的 其实他们的谈判大家都知道 那例如好像你说 刚才伊朗嘛 其实伊朗也都是一个原油的出产国 也都是比较多的国家 那如果只是说OPEC来说的话 就是只是计算OPEC 那它在里面的产油呢 其实它是第三大的国家来的 那所以其实你说 它对于原油的左右的情况 其实也是挺明显的 那但是你说他们的谈判 也是讲了很久的了 如果计算这次来说 应该差不多是第八轮了 其实他们都谈判了很久 那要看一下他们谈判的情况 是谈不谈得了 那原因就是 其实如果是达成协议的话 其实伊朗是会恢复一个原油出口的 那其实就令到油价反而是会走低 那如果反过来谈不成 原来是拍桌子走人的 那伊朗当然就是原油出产就会少一点 那令到油价就更加接波动 有个上升空间 那可以给一些数字大家去作为参考的 其实现在伊朗大概市场估计 每一天大概就产油 就大概250万桶 那如果大家谈得成的 就是美国不制裁的话 那伊朗就会提高它的原油出产 那就去到差不多350万桶 到360万桶的 那你心中有数啦 你由250 一跳跳到350 多了这么多供应 不是100桶 是100万桶 那所以其实供应一多的话 我们经济101都知道的了 一供应多 那个价格自然会跌的 那所以我想我们要看一下 他们会传来些什么消息 就是正面还是负面 那但是我相信 你说短期里面市场 就比较担心俄罗斯 和穆克兰的情况就多些 你觉不觉最近都比较少人 讲了就是说 美国和伊朗 这些谈判的情况 所以其实整体来而言的话 其实原油价格 从近期来来去看的话 它比较可能大家需要关注的是 地缘政治的整个的发展吧 没错 好 都是 因为现在我觉得说 他们两国之间 甚至有美国的角度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还没有完全西战的 那现在如果说不打 或许只是因为俄罗斯的那个 最终的那个王牌 中国现在在搞这种奥会 暂时还没有这个心思 去理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或许是几个月后的事情了 但是另外我们也来说一下 现在大宗商品的价格呢 整体是比较偏高的 那投资者是不是应该要比较谨慎 比较过度的去追高 因为随着接下来各国的央行 开始采取更加强硬的 升息的措施之后呢 商品的价格 或许会在下半年大幅回落 是吗 绝对同意的 所以刚才你又讲到 就是说价格的情况呢 上年来就是升的 都不要说同不同意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 真的上年 整个大宗商品的价格升 但是你说去到这些水平 今天都讲了了 上年升的原因 就是经济向上 需求向上 供应链是有个断裂的情况 根本那个供应和需求 根本是失衡 所以令到价格升 但是今年就有点 因为地缘政治 令到个别的价格 就是有个再攀升的情况 但是你说去到现时来说 你说那个供应当然都还有在 但是需求面方面或者叫做供应面方面 其实是开始有改善呢 我自己觉得你说去到下半年的情况呢 未必会真的会再升得那么多 短期的我们看回上半年 有机会再有少少一个的上升 那个原因呢 我们就看一些的叫做期货价格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有很多大宗商品都有个期货 现时来说呢 原来我刚才查看 很多期货对于现货呢 都还有个日价在 那当然期货我们就是说 市场对于未来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或者三个月 之后他们价格的看法 那有很多远期的合约呢 现时来说对于一个的现货 都高成两次三四成的 所以大家对于可能短期里面 大概是半年内 那个商品价格 那个的升幅那个的预计 其实都在的 那但是去到下半年了 我觉得就地缘政治 我们其实猜不到 那但希望就没什么 再恶化情况了 那第二就是说 始终希望疫情 会有个舒缓的情况 令到那个生产 和那个供应源 可以慢慢恢复 去舒缓回现时 那个供应年的紧张 那还有要留意一下呢 其实去到夏天呢 尤其是原有一些的需求呢 有些人都有说到 其实是有个季节流的 那去到夏天的时候呢 其实有一些的大宗商品的需求呢 是开始减慢的 尤其是刚才我们说了很久的原油 所以去到下半年 你说他们的价格不会升得那么多 或者会不会开始有紧升回落的情况呢 我自己就会有这样的预测在那里的 那至于今年可能在选股方面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避免高度依赖 可能是原物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呢 就是那些公司可能是比较是依赖 可能是原油的 或者是可能是其他大宗商品的 嗯 其实都是的 但刚才也有说到就是价格 我们预测今年有机会有个先升后跌的情况 未必会像上年那样 从头到尾就升到下去的 所以你说对于今年来说的话呢 上半年我们相信 如果是一些依赖原材料生产的公司 就是一些可能是原材料下游的公司的话呢 那他们的毛利率和那个盈利呢 其实是有机会有个下跌在的 但是我相信他们的毛利率会跌的而已 但是你说盈利我觉得会迟稳 那个原因就是刚才也说到 今年其实那个经济是会慢慢向好的 全球经济 所以在他们的需求方面呢 其实是有机会改善的 但是就两面了 就是下跌了 那你可能那个税率增加 但是你那个毛利率下跌 那尾的那个底线就可能差不多了 但是你说今年会不会他们有个 很明显的盈利增长呢 我自己觉得都未必的 那所以如果你说今年选股方面的话呢 一些原材料下游的公司 我们就相对上就要避免一点 那和刚才都说了 今年持续那个加息的周期呢 就会继续持续的嘛 所以其实如果在选股方面 其实我觉得都挺明显的 那就是我们要避免一些growth stocks 那我们就可以选回一些 比较优质的股份 例如股值偏低的 这个合理的股份 嗯好 那我就觉得 Sonyo其实就总结的还蛮好的 也给我们在选股方面 也是提供了一些方向 我是觉得是最头痛的 大概就是今年以来想都没想到 地缘政治可能会在年初的时候 就成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的焦点之一 更况本周大家都说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局势 会是最重要的 然后16号还明确的说要打 但最后又好像还没打起来 就真的是不知道 俄罗斯跟美国之间 他们到底想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 这一期的节目可以让到大家 更充分的去认识到大众商品 有什么样的一些交易上的优势 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了 大众商品的投资的 无论是收益率啊 还是分散风险的这个优势 甚至是抵御通膨的这些特点呢 都是非常强劲的 嗯好 那我们非常感谢金城的嘉宾 Sonia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进行点评 感谢你 谢谢 财经股市是BFM财经 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 中午12点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 同步live播出 是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一定要多多关注 并且订阅我们在各大平台的频道 以及我们的账号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